大家好我是派大师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来的大家是公言服务上线的新角色 作曲家 这个角色的话 之前策划有透露过是一个新玩法 但万万没想到是真的把 这个音乐游戏搬进了第五人格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外载特质 调律 第一个是它唯一的一个牵制技能 这个技能就是在过程当中有六次校准 每次校准以后有一个50%的 移速加成很短暂的一下 能够有六次 然后你还得看你的手稳不稳 你要是手不稳你还加不了这个速 有一定的操作难度 对于我这种老地人来讲 第二个它的一个主要的修机技能 就是在修机的过程当中 它可以叠加这样的一个修机buff 最多是叠满80层 也就是有18.4的一个修机加速 那么这个修机加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叠满了以后 不再破一加速的情况下是68.41 修完一整台 我们对比一下囚图 囚图的话这边是有通路的话73点几 其实这样一对比大家就可以发现 说实话 这个作曲加在68点几的修机速度 你还得把这个buff叠满才行 我们没有尝试过的或者说没有看过其他视频的观众可能不知道这个buff 点满它是需要你玩音乐游戏要把这80下点准的 很困难的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 待会给大家演示 然后我们看最后的一个外战特质 就是为了防止干扰它不会有任何的校准 这是什么呢 任何的校准都不会有 即便是速散之魂的黑魂摇灵都不会有出现校准的 当然它这边如果说你这个音符没有按中 连续三次没有按中的话是会爆点的 这边刚刚一个没讲到就是在它修机的时候 是可以感知到监管者的轮廓的 是在恐惧范围之内 好的那么天赋就给大家讲到这边 我们来进行实战 其实我有一点点不太想给大家演示 就是因为老年人玩这种不太行 我怕有点丢脸 走 好的游戏开始 我们这边来进行首先测试的就是掉率 就是它的移速 开起来以后 你要每一下都按准 但你在按的过程当中你都不太好 调方向 你看我老年人全神灌注盯在这 怎么就吃了一夹呢 不能吃了一钩挨了一刀 小伙少年你很猛啊 这路头为什么会出钩子啊 我们重来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又一次来到了这个神秘的庄园 再一次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掉率 找个阴暗的小角落 看看周围没有人 刚才的话搞错了 我开了一个大师级电脑 这次我们学聪明了 改了一个新手啊 来看一波加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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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好像没按到 对不对 你光就你在被追击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进行一个未知的把握 你得是卡边沿 对吧 进交互 你这一波直线加速你还得是调 那真的是要有非常高的熟练度啊 你就可以假装它不存在 要不然的话 你在这边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节奏性的校准 你又要去进行牵制 这很困难的 好 那么这边给大家演示的就是修机的过程当中 来 非常令我头疼的一个 来 好 大家看一下 下一个 他抢我机子了 下一个下一个 我们刚才演示的是那个最简单的曲目啊 要演示呢 就要演示最困难的 对吧 节奏最快的那个 上限80层的高速 我一波给大家对吧 combo到底 我信你个拐 来 再来一次 这边的话我 我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这个 其实我懂了 根本不需要 什么按照他的校准 这个不需要校准 你就疯狂按就好了 原来这样也可以 那还行 那还行 来 我们这边来 我们把它调成 这个 等会啊 我就按键 我怎么把它调成 最困难的模式 等会 稍等我一下 好了 现在应该已经调好了 换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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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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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的校准 成功了 不知道多少次 但是因为你成功一次的 加一 失败一次的减一 我现在累积了 八点的修 那个combo 继续来 这个傭兵 又来干嘛呀 大家可以看这个 你就狂按就行了 他不需要校准 你只要他在过去的那一下之内 对吧 你连续一秒按300下 只要你按到就可以了 都是这傭兵打扰我 要不然我这一轮 肯定可以80下全联的 小伙子你抓我 抓就抓吧 砸他个板子 然后给大家演示一首什么的 演示一首 我在修机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他的轮廓 可以看到没有 哎 然后呢 是会吃到震慑的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边就演示结束了 这个角色呢 我就不多加评论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 他目前的强度是 不太能够上到牌位当中的 更多的是偏向于娱乐性的一个角色 玩还真好玩 又是傭兵 救 既然你救我 那我就 修一台机子吧 我觉得这个角色 他想要上牌位 他的一个实际作用是不及囚徒的 囚徒的各方面 我觉得都要比这个角色强 然后他又没有独特的一个战略目的 再加上你要去把它玩好 你还要一个很高的熟练度 那练这个角色真的有必要吗 我觉得打一个问好吧 至少目前我不是特别看好这个角色 来 加速 必中 这还没中一下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还是感到我们下 再见 拜拜 有不同 想法的 大家觉得如果这个角色 你觉得是可以上牌位的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理性的讨论分析 我是觉得好像不太行 好吧 大家自己分享 自己讨论 拜拜 不要吵架 好